我们来关注一下黄晓明 黄晓明前一段时间在北京参加了一场公益活动 在我印象中他一直是一个脾气很温和 一说话就笑咪咪的人 但是这一次在活动现场 他却少言寡语 看起来似乎非常不在状态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一起来看一下 其实有点心情不太好这两天 当天黄晓明一身灰色造型低调亮相 半个小时活动 黄晓明几乎全程表情凝重 话言少语 即使有一些影迷到场助阵 提前送上生日祝福 似乎也没让黄晓明的心情好起来 昨天晚上我爸爸突然生病 跟几个朋友去 把他送去医院 自己的年纪也不小了 那么爸爸妈妈的年纪也不小了 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 真的需要多点时间回家陪爸爸妈妈 因为他们真的是 这个时候真的很需要 无语有云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放在黄晓明身上 今年已经36岁的他和女友杨颖的恋情 已经被报到了快四年 儿子不急老人急 再加上父亲生病住院 一向是个孝子的黄晓明 如今对于终身大事可算松口了 那有没有抓紧想着完成一些中心大事的父亲扫单人 是这样的 说实话其实是有点想 对啊 这个 这个确实是因为 觉得老人家年纪大了 真的需要 可能需要做一些 敬儿子的事情吧 对啊 有没有 有没有 有没有事 提起来 还没 一旦